随着今年第四季煤炭价格回落 以及电价回升 在供需再平衡后 汇丰预计煤炭独立发电商 IPP可能从明年首季度开始录得盈利 该行首选中国电力及华润电力 与评级均为买入 于两者目标价分别为4.6元及24.1元 对中国神华看法中性 与其HA评级分别为17.3元及18.8元人民币 由于政府强力介入下 10月内地煤炭产出 暗月增长7% 达到357吨的历史高位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 进入11月 煤炭日产量一度超过1200万吨 再创另一个历史高位 有分析估计 中国到14.5规划结束时 煤炭仍占中国一次能源供应的50%左右 但汇丰认为 从长远来看 加速开发飞化石替代品的政策反应 可能会更加激进 特别是要配合2030碳大峰 2060年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汇丰报告指 自10月中以来 煤炭现货价遭腰斩一半 煤炭股一下跌介乎12-30% 煤价跌拖累煤炭股股价并不令人奇怪 但有趣的是 作为煤炭价格下跌的 直接受益者 内地电厂股一回调16-24%以上 有可能是投资者担心在经济不景气下企业承受电价上升的能力 从而忧虑电价处高水平的可持续性 但汇丰认为市场有这样的想法是过滤 随着华北省份开始入冬后的供暖供热 对煤炭需求开始上升 汇丰估计未来数月煤炭企业将继续加大产出 煤炭供需问题很大程度获得缓解 加上煤炭库存亦处于健康水平 煤价有回调空间 国家发改为日前指 自10月5日以来 全国统调电厂供煤已连续25日大于耗煤 按近期供煤水平测算 电厂存煤预计3日内可超过1.1亿吨 可用天数达到20天 踏入11月 秦皇岛榜的煤炭库存高于去年水平 但仍处于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下限 汇丰预期 目前煤炭限价仍处于很高水平 有下行空间 维持明年煤价 每吨825元人民币的预测 对煤炭龙头神华等 仍然享受不错的利润率 今年头9个月 每吨煤的生产成本仅137元人民币 汇丰估计 今明两年的股本回报率 分别为14%及13% 相比其2016-2020年的 12%股本回报算是不错水平 电费方面 自10月以来 电费一般加幅两成 对于一些重大耗能企业的电费加幅 更高达4-8成 汇丰预计尽管煤炭价格下调 但明年电价上调势头仍会继续 汇丰指出 自政府出手干预后 煤炭限价迄今累跌一半 但过去三周煤炭合约价仅仅跌6% 故后者仍有下跌空间 考虑到独立发电商主要依靠长期煤炭供应合约 例如今年第四季润电和华能国际 更是百分百使用合约煤 而非现货煤市场 基于合约价价格仍徘徊历史高位 假使电厂股未能在现有电价水平再上调 便有可能仍然录得亏损 该行相信 以未来更低的煤炭价及更高的电价憧憬 电厂股明年首季或可录得利润 对电厂股 尤其是有潜力进行绿色转型的发电企业最看好 对煤炭股则持中性态度 重申神华AH持有评级 对煤炭股则持中性态度